北投第二股公園步道虎威一年 终于重新开放 硫磺蒸气不断向上飘散 让民众享受天然SPA 公园入口处还新设置了 禁手矿泉汤温泉水控制在42度左右 泡完手部皮肤超滑嫩 看每个人耐瘦度啦 我觉得很舒服 它的水刚刚好 泡脚泡手都这样 究竟泡手和泡脚有什么差别 中医师表示因为脚上穴道比较多 因此用温泉泡脚 可以让下半身血液循环更好 手部穴道相对比较少 泡手时可以搭配穴道按摩加强 不管是泡手还是泡脚 都能帮助没烧血液循环 泡手跟泡脚的这些汤 对身体的影响不像是泡裸汤的影响那么大 因为基本上是手跟脚的泡汤 那其实我们还是在建议说 其实虽然影响不大 但是也时间也不予过长 原来天热情况下 泡手是可以的 但建议每10分钟要休息一次 泡手时也要避免直射太阳 以免水分加速流失 并且要适量补充水分 可能有心脏衰竭或心脏疾病 或者是一些洗身的患者 他不太适合大量的饮水 这些水分的补充就要适量 医师也理行天气炎热 若全身泡汤 恐怕会加速体表血管扩张 更容易造成脱水 建议全温不要超过38度 另外若有心血管疾病者 也要评估天气温度和自身状况 以免天热泡汤造成危险 TVN新闻 是孟杰曹正人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